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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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過去的觀點 容易讓你一塵不變 膚淺 故有的片甲 迷惑你有新的初見 幻然间发现 我们离最初的誓言 渐行渐远 你是否还记得 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 有多少勇气褪迟在 那改变的瞬间 有多少双眼 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 时间为你转身 因为你肯冒险 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 把你坚强比我向前 一切交给时间 你会精彩呈现 勇敢和执着 许下心愿不灭 不变 我觉得一个女人 跟一个一无所谓的女人 所有的失败者一起吃饭 这才是真的有失体面 你再说一遍 吴女士您说错了 小飞她不是一无所有 她有我呢 而我和您这样的女士比起来 也算是一笔财富了对吧 你跟我比 可笑 我现在是现实集团的第一夫人 你算什么东西啊 好厉害啊 第一夫人 我觉得你入戏有点深了吧 的确第一夫人听起来挺厉害的 也是啊 第一夫人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 女人因为嫁给某个人 而值得炫耀 更何况您嫁给的那个人呢 每天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也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你放肆 您先别生气 对 您先听我说 您既然自称一生夫人 我觉得您真的可以回去 劝劝您的丈夫 跟他说一下 拿了别人的迟早 是要还回来的 如果能让您的丈夫 早日改邪归正的话 您也算是一个好的夫人了吧 您也回去转告他 转告那叔叔 你告诉我 过去那个只吃M9牛排的那个谢小飞 已经死了 现在的他呢 只要能够填饱肚子 让他吃什么都行 对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了 好 本肝属于我的东西 我迟早是要夺回来的 好啊 你们两个一起威胁我们 告诉你 我们不怕 小飞 我和你叔叔等着你 看我们谁笑到最后 您要不要一起吃啊 别啊 他在这儿我哪有胃口吃啊 第一夫人这么厉害 陶璐啊 委屈你了 愛 x5 在 brakes 去吧 你怎么又带我来这儿了 因为我喜欢这里 我让你见识见识 即使我谢小飞没有谢氏的光环 依然是个强者 太好了 你不会是要跟他打吧 怕什么 我曾经的手下败将 你怕他呀 我去那儿 你呢 你 我听到你姐姐都比较好 我们再去一回吧 不 你怕吗 你怕吗 我不想打你 什么我告诉你 你失败了一遍 你不想打一遍 你为什么要打一遍 你害怕 你害怕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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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你的家 我会碰你一招 你说什么 你的次伙伴 是一位叫小费 你必须失败 你必须失败 为什么我做的 因为你需要钱 如果我失败 如果我失败 我失败 我失败 你会不会有钱 你能够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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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打一遍 你不想打一遍 你得了 不 什么 人家以为我 可以死 你不 你许怎么起来 你不想打我 走 走 走 是非我 停 真可怜 不 走 不是 没事吧 小飞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以为我自己无所不能 但离开了我爸 离开了谢氏 我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你之前不是问我 你爸爸跟我说了什么吗 你跟我走 那天我真的很意外 你爸爸 竟然没有劝我跟你分开 而是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 他这种信任 让我挺感动的 我觉得 他是不是不像你说的那样 他怎么会跟你说这些呢 我真的不相信 他是你爸爸 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你连他都不相信的话 你还能相信谁啊 总之我们之间有太多事情 你不知道了 走吧 小飞 小飞 你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崇拜乔纳森 把和他一起工作 作为奋斗目标吗 因为他谈判很厉害 不止是因为他是谈判专家 最重要的是 他是把我从泥潭里救出来的人 因为我刚进CEA的时候 我一心想着继承我爸的事业 做一个好的谈判专家 我那个时候锋芒毕露 但是 我的案子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我可是顶着笔试和口试第一的成绩 进的CEA 结果进去半年 我一个案子都没有谈成 这不太像你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变得很焦虑 很迷茫 开始怀疑自己 直到有一次 一个案子马上就要谈成了 在最后一刻 客户飞单了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职业 我当时就想辞职 结果一激动 邮件发到了总部乔纳森那里 没想到强大森居然给我回信了 我永远都记得他跟我说的 他说谈判是心与心的交流 而不是针锋相对 首先你要相信自己 还要相信对方 你们不是敌人 而是要达成 共同目标的亲密战友 我知道你说这些话 是为了安慰我 可是我跟我爸的真的不一样 其实我只是想跟你说 每个人都有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会伤心和难过 但是别因此而否定自己 自信点 我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你呢 就是总把你爸爸当成敌人 就像我刚进CAAEA的时候 也总是把谈判方 当成敌人一样 但是别忘了 你们有一个 共同爱的女人 就是你妈妈 所以 为了这个你们共同爱的女人 给这个家一次机会 去跟你爸爸好好谈谈 好吗 来 答应我 好好跟爸爸说 不许转来 董事长 晓菲她有话跟您说 你们慢慢量啊 你态度好一点 我先出去了 好 董伯 这是什么呀 隐生态度假村 这个概念很好 但是谢氏内部牵扯太多 你的梦想实现不了 所以我给你注册了一家新公司 用这家公司的名义 买下了你外婆老家的那块地 我原本是想 等你和柯万的合作谈妥了 再告诉你的 谁想到 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构想非常要无稽 谢氏发展到今天 这么大一个财团 就像一个帝国 你掌割帝国的命 单凭一己之力 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 你得培养自己的羽翼和能力 这个项目 就是你的第一步 记住 历史是为成功者书写的 你成功了 以后你就是谢氏的救星 失败了 你就是谢氏的罪人 除了拼尽权力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 我把你送去了中国 上海 我们父子之间的误会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化解的 就算我告诉你了 你会信吗 你只会认为 能是我把你派去上海的一个说辞 只会更加激化我们之间的矛盾 这边的事 小飞 以后爸爸再也不会挡在你前面了 爸爸只有一句话送给你 一个真正的男人 会为了自己的事业忍辱负重 你要记住 你别说了 推土机那件事情 是不是你花钱搞定的 是不是你花钱让他输给我的 你知道了 我问你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羞辱我呢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到挫折 我不想看见你失落的样子 我是想替你扫平一切障碍 你先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小飞 怎么样 我想清楚了 我一定要找到我爸说的那个通道蜜菜 然后把歇尸夺回来 不为别的 只为了保住这个残缺不全的家 如果我妈妈现在醒过来了 她一定希望我这么做 怎么这么突然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爸在背后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替我扛了那么多的事情 谢谢你 不可以过去的 一起加油吧 一起加油吧 小飞 上车 上车 怎么了 杨潇 你说得很对 我不应该把自己的生活 困在一口气里 我应该学会放下 你是说 我要去做值得我做的事情了 回去之后呢 我就打算跟爸爸谈一下 把自己手头工作做完 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然后去英国 验自己感兴趣的艺术史 那些人不值得我浪费大好的人生 让他们见鬼去吧 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那我就太开心了 谢谢你开导我 客气 走 上车 天哪 我的手机快要爆炸了 请 真是山中芳一日 世上已千年啊 天哪 怎么了 喂 我在网上看到谢小飞他们家的消息 都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到底怎么了 谢氏集团高层地震 谢天成通过二级市场 收购谢氏集团的股票 把小飞他爸闭下台了 报应 这个谢小飞没了他爸的庇护 我看他还怎么嚣张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五百一通 小飞他电话打不通 我担心他出事 你忘了他之前怎么对你的了 你竟然还会担心他 喂 是欧伯吗 谢叔叔怎么样了 赵小姐啊 好 你稍等 好 老爷 是客班的赵小姐的 晨曦 谢叔叔 不好意思 之前我一直在度假 我刚刚打开手机上网 才看到您的事情 您没事吧 傻孩子 叔叔没事 您在我落难的时候 能打电话过来 我很满足了 谢谢你 谢叔叔 您可千万别那么客气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 您尽管开口 我一切都好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小飞 你放心 我现在就跟小飞联系 你有完没完啊 你干吗呀 那个谢小飞怎么对你 你都忘了 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 你还要帮他 小飞他人不坏 再说上次翻案你的项目 我能帮倒宋浩杰 他也出了一份力啊 他出力 他出力是为了他自己 你以为他是为了你啊 小夕 我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那就别告诉我 我不 我就要说 我知道你喜欢谢小飞 可是他不喜欢你 杨潇 你别太过分了 小飞他不喜欢我 我知道 乱不到你来告诉我 对不起啊 我刚刚有些冲动 小夕 去欧洲吧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别再搅和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了 我会的 但不是现在 杨潇 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你别再劝我了 你别再劝我了 这个时候 我不可能对小飞不管不顾 上车吧 你别再劝我 少小姐 找我 坐 大好时光 秦律师怎么那么颓废呢 别挑看我了 有事说吧 还记怪着童威吧 还没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帮我那瓶醇酒拿出来 是 赵小姐今天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谢氏集团发生变故 谢天佑董事长 被他的包地谢天成取而代之了 柯万已经没跟谢氏继续合作了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 对柯万不会有影响 但会影响你 和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我想得到谢小飞 而你又不想放弃童威 我觉得 我们应该合作一下 得到各自想要的那个部分 想要好几个地方 请律师 谢小飞的父亲 已经不是谢氏集团的董事长了 你应该不会希望 童威跟着他吃苦吧 大家好 好久不见 都来了 是啊 大家好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你好 董事长今天精神很好 董事长今天精神很好 是啊 都坐吧 坐吧 坐吧 上菜 起来 进去跟爸爸道个别吧 我出去看一下 好 我出去看一下 好 好了 老婆 这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吧 虽然先生不再当董事长了 但是 他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有的 不管发生什么 我会帮助夫人 不会让先生受委屈的 好 好 怎么了 是不是做不惯了 没有听话 我就说了帮你刷一张头等仓 非要跟我客气 肯定做得不舒服 要不是因为我把卡给了小天 怎么样都不会让你花钱 就许你送我那么贵的裙子 我就不能帮你刷一张头等仓 也是从今天开始 我什么都送不了你了 你会不会 嫌弃你 是吗 我已经变成一个穷光蛋了 你这么说的话 以前就是因为你有钱 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的对吧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曾经是一个一无是处 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 我懒 我爱玩 我张扬把虎 相反我倒觉得你这个人善良 有热情 有抱负 有梦想 反而有钱可能是你唯一的缺点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你可能也不知道 是吧 你很了解我 好 我呢要是想跟你说 把这一关挺过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以后的路我都陪着你 我让你说 难受 怎么了你 行李仓坐得我 哪儿都不舒服 头还有点晕 有没有车来接啊 有啊 出租车 薇薇 天宇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们的 你叫她来了 我 没有 天宇 一会儿可能有人来接我们 我就是来接你们的人 怎么 怕我猜猜你们俩 放心 不会 走吧 走吧 来 我吃到那边 薇薇薇 我 天宇 你怎么来了 前两天大概吹醒 她说你们今天回来 刚好 我今天要来送客户 我想时间也差不多 就跟她说 我可以来接你们 谢谢 来 上车 上车 你干什么 她对你有企图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我胡说八道 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谢小飞 谢小飞 你给我站住 她故意 她就是故意的 还吃醋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张虚伪的 面孔 干什么掐那么使劲啊 我看看中国的醋 跟美国的醋 是不是同一个味道 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我没开玩笑 你有什么好吃醋的 不管谁来接我 我都是你的女朋友 那么小气 这就吃醋了 谁小气 你 她是不是男的 吃男的就不行 你知不知道 幼稚鬼 那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你过来 改个章 好了 童威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让你回到我的怀抱 走 走吧 等一下 你必须得跟我保证 以后不准再单独见秦天宇了 她以为我爸现在不是董事长 就能把我怎么样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一定证明给她看 什么叫破船还有三千钉 还会说谚语呢 衣服穿得挺少的 进去吧 走吧走吧 走 怎么了 要 要不换别的地方 没事啊 先刷我的卡 不好意思啊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怎么了 你去先刷我的卡住下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你别管我了 你先走吧 不管你 让你谢小飞 饿死街头 明天上社会板块 我说了不用你管了 你回去吧 我说了我就管你 走吧 去哪儿去哪儿啊 跟着我走 好 死了 cetinsa 大白天的 还在睡觉啊 昨天晚上我和同学同校唱K了 天悦哥什么事啊 没事啊 很久沒打给你想跟你聊聊天吧 你少了 说嘛你想知道什么 还真买不了你啊 天宇哥 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你和夏宵施力悬殊 我真没办法了 看来你应该还不知道 谢小飞要完蛋的事吧 夏宵完蛋 死了 死了倒是痛快 比死还惨 我爹 烂香脚怎么来了 怎么了 我嘴巴谢小飞带我家来了 先不说了 先不说了 还有这块事 算了吧 我还是别住你家了 你怎么还跟我这么客气 不是我跟你客气 不是我跟你客气 我是真的没法跟那么多人住在一起 那你想住到哪儿去 你除了住我这儿 你还想住哪儿 我谢小飞再怎么样 我也还是会有地方住的 好 那这样 你今天先住下 明天你再去找其他的地方好不好 你说我这么一大男人 你让我晚上凑合在这儿住着 算了 真的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就觉得 你一个男的被我一个女的收留 你面子上过不去啊 一点点 你就是一直男癌 走吧 不不不 其实我已经跟罗宾说好了 我晚上去他那儿住 好 那你走吧 你要是走了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 你又威胁我啊 对啊 那我问你 面子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那肯定女朋友 那走吧 叔叔 谁在 我又回来了 我带朋友过来了 来我们家暂住几天 谢小飞啊 怎么来中国不住五星级酒店 非得来我们家呀 怎么了这是 难道你们家破产啊 天天 别瞎说 那我先带他上楼了 好 不买你 你就先住在这儿吧 有什么需要 你再告诉我 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你这辈子刚过了多少啊 你可别忘了 你呢是要帮你爸爸 夺回家产的人 有一句话叫做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你呢 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丈夫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儿住下来 但你要是觉得你不是 你可以走 不是 是 是 我是大丈夫 我忍还不行吗 没事的 不是有我陪着你的吗 这男的是干什么大伙 妈 你见过的呀 上次我不是拿同位的钢笔吗 就在这儿 就是他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他上次不是从厕所冒出的那个吗 他以前是同位的客户 他们家是美国家族企业 他不是中国人哪 他是中国人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这么说他们家很有钱啊 怪不得天余跟他没法比 一个天 一个地 田田啊 妈得教教你啊 妈是过来人 女孩子呢 要失人头 下次你见这个男生啊 要好一点 不要凶巴巴的 你想啊 万一同位跟这个男孩子有结果 结了婚 好处少不了你的 妈 能不能别总是话里话外 都是钱一钱 你忘记他当时怎么凶我的了 人家训你没道理啊 你难道没做错吗 你想啊 要他们家真那么有钱的话 他来中国为什么废得住咱们家呢 他为什么不住五星鸡酒店呢 家里肯定出事了呗 你们听我说 这男啊 刚刚田田这么一说我提醒我了 对呀 这男孩子如果很有钱 应该住五星鸡病关 为什么要住在我们家呢 肯定不行了 伯伯 我告诉你 他万一住下来赖着不走 怎么办哪 咱们是请生容易送手的男呢 你别看着我 你叔叔 关键的时候要出手 那一惊一乍地吓着一跳 我总得了解了解情况吧 你这人真是 那去了解呀 去呀 告诉他了 薇薇 你出来一下 叔叔有几句话对你说 怎么了 他是怎么回事啊 小飞家里出了点事 我最近想多陪陪他 您放心 不会住太久的 他住多久都可以 老爷 我是担心 你 你没出什么事吧 我能出什么事啊 那就好 小飞呢从小比较 点儿郎当的 如果他做了什么 您跟婶婶多担待担待 别放在心上 没事 没事的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啊 什么情况啊 这男的家里出了点事 在我们这儿 接住几天 看来天宇哥说的是真的了 他说什么 他说烂香蕉家完蛋了 你骂子 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家里破产了吧 总之就是没钱了 没钱了 男人怎么可以没有钱呢 咱们家图为真是的 乱七八糟脑子坏掉了 怎么跟一个没钱的男人待在一起 到时候还要倒贴啊 波文 你是家长 这时候 要拿出威蕴来啊 否则你怎么对得起你那个兄弟呢 可威蕴小时候就可很有主见的 我怎么管他呢 怎么管 怎么管 你不知道吗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我告诉你 有决心嘛就好办了 我们只要三个人同心协力 一心一意 把他赶出去 否则 后患无穷 我听你们的 我 都听你们的 是是是 雷啊 超级力量的力量 吃饭啦 菜来啦 菜来 来来来 坐坐坐 咕噜肉 哎呀 我真想救你 我不想划伤你 我看不着你 这 还晚啊 不好意思啊 家里多了一个人 饭都不够了 我减肥 他吃我的就好了 要不啊 往隔壁借一点去 干嘛 坐下 我们是什么身份的人啊 问别人去要饭 人哪 要一张皮 再怎么说也要有腔调 这么一来二往的 人家隔壁邻居 还以为我们赖上了呢 吃饭了 美艳 你就少说两句 还以为自己是有钱人呢 还不是跑到中国 来吃暖饭呢 今天这菜烧得有点老啊 老了啊 童威啊 你也知道婶婶很忙的 平时呢要做家务 还有要买菜做饭的 就随便吃点吧 将就一点啊 不要调三减四了 是您自己说 要来做保姆的 说实话就您这手艺 保姆我都觉得不合格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真把我当保姆啦 不然把您当什么 亲戚啊 亲戚会这么对待我 带来的朋友吗 葳葳 我们呢 也是为你好 行了 不用为我好 不用提醒我了啊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这么大的人了 就算你们不喜欢 我带来的朋友 也请你们保持 最起码的尊重 好吗 葳德娃 葳德娃 你看看那样子 好凶巴巴的样子 这凉鞋都被狗吃了 好了你不要说了 不相信寂寞就好 不相信寂寞就好 轰轰烈烈爱要趁早 给你个热情的拥抱 技巧 在最最热烈这个街角 在最最热烈的街角 强调一定天荒地老 连一分钟都不能笑 不再会被轻易讨好 不想要就说不要 我只想爱我相爱的人 一起美梦成真 像被阳光追逐的清晨 不管爱会不会转身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奋不顾身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单纯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奋不顾身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单纯 全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